癌症是大马人五大死因之一 如何有效控制肿瘤并且降低治疗的副作用 一直是医学界努力的方向 在癌症的治疗方式中 放射治疗或俗称电疗 是控制恶性肿瘤的重要武器之一 现在就来听医师分享 放射治疗究竟有哪些新科技 一枚最普通的软件在世界上 是这种软件的叫做LINEARACCELERATOR 或我们叫做LINEG 这系统通病STX是一系统的软件新的软件 这系统通病是叫做通病 而STX就是说我们可以做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和 stereoradiosurgery 与这系统通病 这系统通病最传统的软件新的软件 在世界上 还有新的软件新的软件 为达到软件 我们可以达到软件很具体的软件 我们可以达到软件很具体的软件 很具体的软件 我们可以达到软件 软件或者软件的软件 当它移动 我们可以达到软件 和软件的软件 例如您有脂肪 您可以呼吸 所以软件的软件 可以达到软件 所以我们可以达到软件 减少治疗的时间 进而减少病人的痛苦 我们讲肥癌 它做电疗是要差不多35次的 每一天 因为这么多次 那个dose我要给 我是不能一下给它的 OK 就像我要给你100块 我不能一下叫你来 我给一张100块 我要你每一天来 我每一天给你20块20块 你这样慢慢慢慢 这样给你的身体 才可以收得了 OK 但是他 每天他来 他上那个机器 那个桌子那边 他不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OK 所以在过去 可能他每一天35天要来 每一天他要来 差不多45分钟40分钟这样 现在就比较快 可能是5个字25分钟就搞定 除了减少治疗时间 直线加速器也能够增加 单次放射线的剂量给病人 让病人加速痊愈 例如他讲肥癌症 我们是做肥癌 是差不多20次到30次的 好像我要给他60 那个dose 如果你是来30次 不是每一天2块钱 2块钱 OK 因为我的机器 比较准的 比较厉害的 比较实际 我可以叫你5次 每一次来就12块 所以我不需要每一天 每一天给你2块钱 2块钱 2块钱 你来30天 我的机器这么准 这么powerful 我叫你来5天 我每一次给你12块 12块12块12块 它的资源是一样的 它的资源也是一样 可能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高度就大 那增加了单次放射件的剂量 那副作用会不会也因此提高呢 很多时候我们做电疗 通常如果我们用越高的dose 就越好了嘛 对嘛 越高的dose 你就可以杀死那个cancel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的那些organ at risk 不可以受到这么高的dose Dr. Heng的job 就是好像现在我讲 这个肿瘤我要deliver这个四方的肿瘤 我要它几多几多个fifty grade 后来它隔壁可能有一个 它的心脏在这边 它的肺会在这边 这两个是好的organ 它的job就是帮我 好像architect这样 好像我跟他讲 我要这样子这样子 要award这个lunk 你帮我design一个plan 再把dose送到这边 那会不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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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organ 随着科技的进步 放射治疗技术 如今已经取得不错的突破 我们期待不久的未来 人类可以完全克服癌症 进入一个无癌时代